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3年3月19日,星期日 这个视频呢,有两方面的内容,跟大家交流一下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就是郭文贵这个事件的进展情况 那大家可能会说了郭文贵这个事件还有什么进展呢 不就等着4月4号郭文贵第二次出庭吗? 啊,不是的啊,场外是异常热闹的啊 郭文贵的老婆呢,他们蚂蚁全都叫七嫂啊 这个七嫂从来都没有露过面,现在露面了啊 露面了啊,现在掀起了一个营救郭文贵运动啊 在美国呢,各地发起 一会儿呢,我们来说一下她的详细情况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就是关于这个美国呀 美国的民众呢,现在觉醒了 以前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说法呢 说沉睡的雄狮啊 以前的时候呢,有说这头沉睡的雄狮呢,就是中国 那么前两天呢,我看到有印度的媒体说呢 说不对,说沉睡的雄狮是中国,是不对的 沉睡的雄狮呢,实际上是印度啊 现在呢,隔壁王奶奶说呢 沉睡的雄狮呢,既不是中国,也不是印度,而是美国 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在美国有三方面的力量呢 现在正在酝酿啊 越远欲试啊,美国的老百姓简直就搂不住了 现在觉醒了 美国的内乱呢,一触即发 美国的警察呢,现在正在准备应对 他是怎么回事呢,一会儿我们来说 我们先说一下郭文贵这件事情啊 那么前两天呢,我们已经说了啊 郭文贵呢,他的这个被捕 被指控12项罪名 那么指控的这个证据是什么 内容是什么,就是那些个金融诈骗啊 然后呢,特别奇怪的是啊 当天在郭文贵被带走以后呢 仅仅过了五六个小时 结果呢,18楼就发生了这个火灾啊 熊熊大火,熊熊的浓烟呢 就从18楼冒出来 那么人们在楼下呢 是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个大火的啊 那么FBI当时呢,还在现场 我昨天跟大家说了啊 是FBI发现的 先是从那个报警器看到呢 跟那儿冒烟 然后呢,就打了南弯弯啊 报了警 那么消防队来了 同时呢,拆弹专家队也来了 拆弹专家小组也来了 就可见呢,这件事呢 是多么的严重 现在呢,我们就知道 当时呢,立刻就传出来说呢 这可能是郭文贵呢 或者是他的团队呢 进行遥控着起来的这个大火 现在呢,这个说法呢 基本上是受到了确认啊 就是郭文贵一个遥控 郭文贵很有可能下一次出庭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指控他纵火罪 但是呢,因为是郭文贵被抓之后 才着的火 那么这个纵火罪呢 要按到郭文贵身上呢 好像就有一点说不过去啊 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纵火的这一块呢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说法 那么我相信FBI呢 和美国司法部现在 应该是在研究这个纵火罪 到底应该这个主谋是谁 实施者是谁 犯罪嫌疑人是谁啊 很快这件事情呢 会有一个说法 应该会水落石出啊 那么昨天呢 我就跟大家说了哈 新中国联邦 这个美国的国中国啊 他是不是就灭亡了呢 我们从这个蚂蚁帮 在美国的这种抗议啊 现在他们在郭文贵的楼下 还有其他的地方啊 不同的地方 那么美国的法庭呢 昨天的时候公布了 郭文贵被关押的 那个监狱的名称以及地点啊 那么现在呢 我没有看到有具体的报道 我估计啊 那么那些蚂蚁们 还有新中国联邦的 这个国家的公民们哈 我估计他们也会到 那个监狱的外面 去拉起他们的旗子啊 竖起他们的旗子 打出他们的 新中国联邦的那旗子呢 喊出来 营救郭文贵的这个口号 要求立即释放 郭文贵的口号 和其他的地方是一样的啊 那么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啊 就是郭文贵站出来 爆料之后都好几年过去了啊 就是这个神秘人物七嫂 从来都没有露面过 从来都没有 这个七嫂呢 可是一个很角色啊 大家都知道呢 在郭文贵的人生当中啊 他和这个七嫂呢 好像很年轻的时候呢 他们两个就走到了一起啊 好像他们两个是属于那种 同一类的人物啊 是很角色啊 说这个七嫂呢 曾经还因为郭文贵呢 就拿菜刀把自己的一个手指头都剁掉了 你想啊 一个女人啊 你还别说女人啊 就男人也包括在内啊 你能够拿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头剁掉 这绝对是一个狠角色呀 就这个七嫂 她可是一个狠角色啊 那么这个狠角色呢 在这么多年当中从来都没有露过面 但是呢 现在露面了 现在露面了 我在这个推特里面看到呢 就是新中国联邦的这些个公民啊 还有这个蚂蚁帮啊 他们都是同一类人 他们都是同一群人啊 那么他们现在就是说呢 他们在各个地方就跟那抗议啊 要求立即释放郭文贵 以及营救郭文贵的运动啊 我看到他们呢 就跟那发这个奶茶 每个人都有份这个奶茶啊 那么那个组织者呢 一个女的啊 她就跟那讲话啊 就告诉大家说 你们知道吗 现在你们手上喝到的这个奶茶呢 就是七嫂和郭文贵的女儿郭美 他们亲自为你们送上的 然后呢 他们就喊出来一个口号啊 就对这个郭美和他妈妈啊 这个七嫂呢 喊口号了 说七哥是你们的家人 他也是我们的亲人啊 异常的团结啊 他们是一定要发誓把营救郭文贵运动呢 进行到底的 那么现在呢 七嫂和这个郭美啊 都亲自现身了 这么多年都没有现身啊 现在呢 亲自现身了 我不知道这股力量呢 美国政府是如何看待的 我昨天就说了啊 在美国这个国家的领土上呢 有另外一个国家的旗帜 在哪迎风飘扬啊 那就是新中国联邦 我不知道美国是怎么想的 你们的主权是不是受到了侵犯 你们的国家是不是受到了侵略啊 但是呢 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啊 就是像我们很多人一样啊 就把这个所谓的新中国联邦呢 它就是一个笑话 就是一个闹剧啊 那么美国呢 我相信他们政府呢 可能就会把这个新中国联邦 啥新中国联邦啊 就是一个闹剧 这是一个笑话 根本就不当回事啊 我前两天还跟大家说了 新中国联邦说是 他们的外交部呢 还给美国的国务院呢 发了一个照会 说是啊 说是谴责这个美国的司法部 被中国武器化 啊 说中美联手对郭文贵进行迫害啊 这个郭文贵的被捕以及控告呢 全都是非法的 这就是新中国联邦呢 他们的所谓的那个外交部啊 向美国所发的这个照会 另外我就看到哈 就所有的咱们中文圈里面的 这些个自媒体啊 最近所说的话题呢 全都是围绕这个郭文贵的啊 我看到有一个自媒体的博主啊 他说了一句话呢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说呢 他去查看了一下 这个新中国联邦 他的官方网站啊 他有个官方网站呢 我从来都不知道 我也没有去看过啊 他说这个郭文贵被捕以后啊 就是新中国联邦的这个官方网站呢 没有任何的更新 并没有报道这个郭文贵被捕的这件事情啊 就是说他们新中国联邦呢 就除了他们说传说 其实也只是传说啊 他的外交部呢 向美国的国务院发了一个外交照会以外呢 就是体现不出来新中国联邦他们的总统被抓以后呢 他们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个官方的行为啊 那么七嫂呢和郭美都亲自出面了 可见这个新中国联邦呢 他们这个领导层和其的无力啊 我们就知道郭文贵是总统 副总统就是郭海东吧 那么这个总统被捕以后 副总统郭海东呢 我们没有看到他出来发话呀 这个郭海东啊 那么他这个网站上也没有更新的 就说明他的宣传部长好像也很不得力啊 现在除了他的外交部 有一个传说当中的一个动作以外 他的宣传部没有动作 然后呢 他的副总统郭海东也没有动静啊 真的是新中国联邦啊 他们的这个政府呢 真是非常的无力 反倒是他们的那些公民啊 那些蚂蚁们 现在呢 成为这个七嫂和郭美呢 可以依赖的力量 那么这些个蚂蚁帮啊 这些抗议啊 他们呢 这个口号 他们打的牌子呢 口气是相当的强硬啊 我不知道他们能强硬到什么时候 也不知道他们后面呢 美国政府会不会对他们下手啊 会不会美国的警察只要一出面 他们做鸟兽散啊 这些呢 都是值得我们后面进行观察的啊 那么光顾贵的这股力量呢 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我们会视目以待 同时呢 美国政府呢 特别关注的一股力量呢 就是会在下周二发生 今天礼拜天啊 明天礼拜一 礼拜二的时候会发生了 另外还有两股力量呢 也在跃跃欲试 我看到美国的民众呢 现在在觉醒 美国的内乱呢 很有可能发生 冲击这个华尔街 不对 是占领华尔街运动 有可能再一次的爆发出来 美国现在这三股力量呢 说实在的 我都很难说 哪一股比哪一股 去市的这个市更大 哪一股比哪一股更紧迫 哪一股比哪一股呢 更来势凶猛 那这三股是什么呢 一股呢 就是现在硅谷银行倒闭的这件事情 引发的美国 以及向全世界蔓延的这个银行业危机 那么这件事出来以后 就让人们呢 不自觉的 就会和2008年的那次的金融危机相比较 如果一想起来2008年的那次危机呢 那么美国人心里面都是窝着一股火的 那么很多人呢 就想到了之后所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那么会不会再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呢 现在人们的怨气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股力量呢 是非常强的 那么第二股力量呢 就是眼瞅着就要发生了 星期二的时候呢 川普将会被传唤到纽约去出庭 按说呢 川普这种丑事出庭啊 应该是会受到老百姓的不齿 但是呢 我们就看到美国的NBC的这个媒体前两天呢 就做了一个报道 采访了美国是七个还是几个的官员 向他们透露的这个信息 就是美国的警方 美国的FBI啊等等 就在纽约事先就在做准备 做什么准备呢 就是防止发生暴乱 防止发生像上一次大选之后呢 1月6日冲击国会那样的一个暴乱 或者是呢 防止出现像占领华尔街那样的一个运动 这个事情呢 也是迫在眉睫的 因为呢 今天是礼拜天 明天礼拜一 后天就星期二的呀 星期二川普就要出庭了呀 那么很多人就把川普当成他们的希望 当成他们救命的这个领袖啊 一样的 觉得呢 只有川普才代表了他们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其他人呢 其他的政客呢 都是骗人的 都是代表他们背后的那些个大财团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硅谷银行的这件事情呢 会重新引起来很多民众的不满 而且呢 在酝酿的一个爆发 啊 这是第二方面 就是川普的这件事情 第三方面的力量呢 就是啊 拜登现在要进TikTok 而引起来了TikTok的那些用户的不满 我呢 最近老是跟大家说TikTok TikTok的 这个TikTok呢 它是专门英文版的啊 那么我去刷这个TikTok呢 我通过刷TikTok 我才真正的了解到老外 虽然说我到加拿大呢 已经有20多年了 你说我了解他们那些个老外吗 其实呢 我发现其实我是不了解的 虽然说呢 我有挺多年的和老外呢 在一块工作哈 但是呢 我也不了解他们 现在我通过这个TikTok呀 了解的很多 以前我们所不了解的美国人 他们呢 怎么说 怎么想 怎么看 他们怎么生活的 以及呢 他们之间呢 如何互动呢 就是这个TikTok 所起的作用 那么我是通过TikTok呢 才了解啊 那些美国人呀 加拿大人呀 他们的这些个生活的本来面貌啊 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生活 那么现在我发现呢 他们美国人和加拿大人 他们这些老外 他们自己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没有这TikTok呢 他们很多时候啊 都是关起门来 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互相之间呢 接触其实也不多 也不多 互相之间呢 也不了解啊 但是呢 自从有了这个TikTok以后呢 然后他们之间就是互动呢 就很多 你知道吗 这个TikTok呀 说已经连续三年 订阅量最多的APP 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 美国就宣布说 如果TikTok的所有人啊 就是这是一个中国的公司 如果中国的公司呢 如果不把这个TikTok 卖给美国人的话呢 那么美国就要完全禁掉这个TikTok了 那么我现在说到这呢 我就对这个TikTok呢 有一个建议啊 上一次的时候呢 那个川普还在台的时候 那次就对他们施加压力 要求他们把这个所有权让出来 那么那时候TikTok呢 已经在和美国的有些人呢 就在洽谈了 那会儿就是眼瞅着就成了啊 就要把这个TikTok 卖给那个沃尔玛了 那会儿川普还说呢 他要从中提成对吧 那么后来呢 因为他们的政府交替 他大选的这个结果出人意料 那么那事呢 就算放下了啊 在这三年当中呢 这TikTok又迅速的发展 那前两天的时候 在美国宣布了这个决定以后呢 在美国白宫的记者会上啊 就有记者来问美国白宫的发言人 关于这件事啊 那么我就发现呢 那个记者啊 我通过那个记者的问题 我了解到 说这个TikTok啊 现在他所拥有的用户呢 已经超过一个亿了 已经超过一个亿的用户 而且说是呢 我不知道是每个人呢 还是每个用户啊 每一天在这个TikTok上面 所花费的时间超过90分钟 也就是说 每一天刷这个TikTok呢 超过一个半小时 反正呢 我是超过一个半小时啊 我不是他的一个用户 我没有注册TikTok的这个账号 我没有注册 其实我都不算他的用户 对吧 那么我每天刷这TikTok呢 说实在的 真的也不止90分钟 我每天呢 就了解很多 也就是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TikTok现在 现在在美国还有加拿大 已经非常的深入人心了 那么美国现在就宣布呢 要进这个TikTok啊 那么美国所说的 进TikTok的原因是什么呢 说第一 第一就是因为TikTok 它的所有者是中国的公司 第二呢 就是因为它是中国的公司 所以呢 这些数据啊 会被中国政府所掌握 那么这两天呢 我就看到在TikTok里面呢 人们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啊 那么有很多的那个TikTok的用户呢 他们非常的气愤 非常的气愤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非常喜欢这个TikTok 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一个平台啊 他们可以互相进行沟通 就我刚才所说的 对吧 不光是作为我一个啊 外国人新移民 到了加拿大以后呢 我通过TikTok了解到他们 就连他们自己也是通过TikTok 然后才互相了解啊 他们很喜欢TikTok 不希望失去这个平台 所以说呢 现在美国政府想要把这个夺走呢 他们非常的气愤 然后呢 就抨击 就觉得美国政府呢 你这就是撒谎啊 你说是外国人拥有这个平台呢 对美国以及美国人呢 有威胁啊 那么有好多的人都认识到啊 那么这个媒体啊 很多的媒体都是外国人是所有人呢 都是外国人的老板呢 那你怎么对他们就没有意见呢 另外一个呢 说中国政府呢 会获得这个数据 那这就更加的鬼扯了 对不对 之前的时候 你们不是说还审查那个脸书 说脸书有没有把他们的数据 卖给中国吗 是不是 换句话说呢 就是说中国如果想获得这个数据的话 简直就是易如反掌 啊 而且呢 那些个媒体啊 凡是需要这个用户来注册的这样的哈 大家都知道他们都在出卖用户的数据啊 就没有互联网这些平台之前 就是那电话公司 为什么我们老收到那些个骚扰电话 为什么 还不是电话公司就把我们的数据出卖了吗 是不是呢 你还以这个为借口 你以为这些老板人都傻吗 那么我看到TikTok里头呢 好多人啊 甭管是博主也好呢 还是观众留言也好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美国政府呢 这就是鬼扯 这就是骗人的 他们就害怕什么呢 他害怕这些老百姓呢 他们互相之间进行交流 那么很多人呢 就知道了一些之前他们不知道的东西 比如说现在呢 就认识到你美国说要封这个TikTok 并不是你所说的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就根本就非常的可笑 那很多人以前可能就不知道 那通过这个TikTok 就了解了 就知道了美国政府的真面目 那我看到有很多人留言 就是说 为什么说他要封这个TikTok 对不对 那就是因为这些 就是因为大家在讨论的这些 他们就很害怕呀 人们就认识到美国所说的 什么言论自由啊 民主啊 什么的这些都是鬼扯的 都是要控制你们的一个手段 让你们服服帖帖的一个手段呀 那么这就是TikTok的用户的 现在这个不满啊 就好像是那个火山啊 爆发之前一样啊 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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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就会爆发 隔壁王奶奶说 不在沉默中死亡 就在沉默中爆发 那美国的老百姓 现在呢 觉醒了啊 这个咕嘟咕嘟咕嘟的这火山呢 就要爆发 我认为呢 这是美国最近呢 有可能发生内乱的一股力量 然后我们再说 这个银行这事 今天呢 我看到这个拜登啊 在面对记者的时候 记者就问说 说美国银行业的危机呢 会不会进一步的爆发 然后拜登说什么 拜登说呢 美国银行业的这个危机啊 正在消退 正在过去啊 这过去了 没事的 天下太平的 你知道吗 就跟说 俄亥俄州的那个火车出轨以后呢 啊 就大量的泄漏啊 然后还给他主动放火 让他爆炸呀 那个烟升到空中以后呢 多少公里之外都能看到那个蘑菇云呢 然后呢 美国政府还说 没事没事啊 空气呢 是没毒的 水也是没毒的 那个土壤也是没毒的 河也是没毒的 尽管上面漂着一些死鱼 然后呢 非得说啊 那些全都没事啊 就跟那一样 这个拜登呢 就说啊 没事没事 正在消退 果真是这样吗 果真是这样吗 那么我今天看到呢 有一个报道啊 是法新社的一个报道 他报道的是什么呢 就是有这个美国信贷评级机构 叫慕尼公司 大家知道这公司吗 这个公司呢 他最近啊 公布了美国银行的评级审查结果 那么结果呢 是美国有六家银行 现在呢 目的公司把他们的风险评级呢 评为是极端不稳定的垃圾资产 垃圾资产 我们来看法新社的这个报道啊 他是怎么说的啊 法新社的报道说呢 即上周规则银行倒闭以后 美国信贷评级机构 目的公司近日对其他的六家美国银行进行了可能降级的审查啊 进行了审查 那审查的结果是什么呢 说是标志银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Signature Bank 也叫签名银行啊 说已被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关闭 目的将该银行的评级下调至垃圾级别 垃圾级别 同时呢 我还想跟大家说啊 那么前一阵美国呢 美联储 美国的财政部 以及美国的保险公司 对吧 三家联手 搞了一个临时的一个保险基金啊 或者是什么 反正就来解救这个硅谷银行 说硅谷银行已经没事了啊 那么前两天他们还发布硅谷银行 说是没事正常营业了 可是呢 就在昨天 硅谷银行宣布 正式申请了 破产保护程序 正式申请 他也是要破产的 已经是正式申请了 破产保护程序 那么这个标志银行 或者叫千年银行 或者叫Signature Bank啊 他们呢 被目的给他下调成了垃圾级别 现在呢 目的警告说呢 还有六家银行 有可能会被下调成为垃圾级别 那六家银行呢 就前两天我跟大家说的非常非常危险的那个 第一共和银行是第一家 第二家叫奇昂银行 第三家叫西方联合银行 第四家叫联信银行 第五家叫UMB金融公司 第六家叫信托银行 这六家银行也将会被降级成为垃圾银行 另外呢 我看到有金融专家说 美国一共还有186家银行呢 其实都是很危险的 拜登竟然说呢 正在消退 没事没事 天下太平 你不是骗人吗 骗鬼吗 我现在才明白哈 为什么说这一次 美国呢 老是在强调说 帮助这些银行呢 不用纳税人的钱 就是因为在2008年 政府进行救助的时候呢 那一次用的就是纳税人的钱 所以呢 就发生了这个华尔街运动 他们这一次呢 就害怕了呀 为了避免发生这个华尔街运动 所以呢 他们这次就说呢 不用纳税人的钱 但是呢 不用纳税人的钱 政府不出面来救的话呢 就会出现倒闭啊 前两天还说正常营业 那么现在正式的申请了 破产程序啊 拜登今天说没事 可是任目的 已经把标志银行列为垃圾级别 另外的六家 下一步也要列为垃圾级别啊 专家说186家银行 都是面临风险的呀 对不对 你觉得你不用这些老百姓的钱 然后这老百姓就没有意见了吗 是不是 因为银行危机 完了以后 它就是经济危机啊 你拜登一天到晚呢 就搞这个意识形态 把自己的国家啊 搞成这样 好 以上呢 就是我所说的 美国呢 正在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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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面临着爆发风险的 这三股力量 这个视频呢 有三方面的内容 跟大家聊一下啊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 是普京乌冬自驾游 有意思不 普京开始车 在乌冬地区呢 到处转 那么第二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习近平访问俄罗斯 普京将送中国三大礼物 第三方面的内容呢 就是今天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啊 就是马英九呢 要到大陆来祭祖了 好 我们就一件一件的来说啊 首先呢 我们来说这个普京啊 普京呢 他特别动手能力 特别强好像啊 他经常是自己啊 亲自去开开拖拉机啊 自己亲自去开开卡车呀 自己甚至呢 前两天还亲自去开开直升机呀 那么这两天呢 自从这个国际刑事法院 宣布了对他这个戴布林以后呢 他可能就是向他们示威一下啊 他呢 就自己开车 昨天先是去了克里米亚 说今天呢 又去了马里乌波尔 我们先来说一下 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啊 发出来这个逮捕令 我昨天呢 已经跟大家说了啊 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呢 它是基于一个条约来的啊 那个条约呢 是在联合国 少数服从多数的情况下通过的 中国是七个反对国家当中 其中的一个 那么这七个反对的国家呢 包括中国还包括美国 但是呢 之后在2000年的时候呢 美国虽然说之前投了反对票 但是他也签署了这个条约 还有呢 俄罗斯啊 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投了赞成票呀 还是投了弃权票啊 但是呢 俄罗斯是在2000年的时候呢 他也签署了这个条约啊 但是呢 在这个法院2002年成立的时候呢 美国以及俄罗斯呢 全部都从这里面呢 又撤出了 他们签署的条约呢 又撤出了 所以说呢 现在呀 这个国际刑事法院 中国 美国 俄罗斯啊 这世界三大国呢 都不是他的成员国 国际刑事法院 对这三个大的国家呢 是没有管辖权的 所以说呢 你这一次这个国际刑事法院 你对普京发出来一个逮捕令 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虽然说美国并不是他的成员国啊 但是呢 我相信并不影响美国来操纵他 知道吗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 在两三年前啊 就是美国从阿富汗刚一撤出来的时候呢 澳大利亚他指定了他们的最高法院的一个法官 对澳大利亚的军队在阿富汗的那些行为呢 进行调查 调查完了又拿出来一个报告 说澳大利亚的军队呢 在阿富汗是有犯这个战争罪的 特别触目惊心的呢 就是澳大利亚的军队啊 这些新兵们呢 他们没有杀过人 为了克服他们的杀人的心理障碍 他们竟然呢 能拿普通的阿富汗人来练手 让他们就对普通的阿富汗人呢 进行开枪 这样呢 你开了第一枪 你就克服了心理障碍呢 你就会开第二枪 而且拿了练手的这里面呢 竟然还有14岁的未成年人 所以说澳大利亚的军队在阿富汗呢 是犯下了战争罪的啊 那么那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 国际刑事法院 对澳大利亚的军队进行调查 但是我们确实是看到了 国际刑事法院呢 宣布说 要对美国在阿富汗的军队行为呢 进行调查 那么美国当时呢 马上就对这个检察官 宣布要进行调查的检察官 以及他的团队呢 进行制裁啊 首先是吊销了他去美国访问的那个签证 第二呢 就是都不准他以及他的团队 所有的人使用美元啊 就进行调查 就是说呢 虽然他并不是他的成员国啊 他是没有权利来任命啊 或者免去啊 一些官员的职务的啊 但是呢 他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 比如上一次他对他进行了制裁啊 这次他会不会说 以免除你的制裁为诱饵 来操纵他们 让他们呢 对普京发出来这个逮捕令 完全有这个可能 甚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些个官员啊 他们为了填美 都有可能美国并不给他们什么好处 然后他们就主动的献媚于美国 而签发一个对普京的逮捕令 这都有可能的 那么这个逮捕令呢 他本身呢 他就是一纸空文 就是一张废纸 本身他是没有用的啊 但是呢 普京啊 开车 昨天的时候呢 他去了克里米亚 为什么说昨天他去克里米亚呢 那么昨天呢 是克里米亚化入俄罗斯九周年 这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一天 啊 所以呢 这个普京啊 他自己开车啊 去了这个克里米亚 可能是在克里米亚到处呢 游览一下自驾游嘛 完了以后呢 今天就看到报道说呢 普京啊 开着他的车啊 又去了这个马里乌波尔 他们离的也不远嘛 就去了马里乌波尔 那么他去了马里乌波尔呢 他是很突然 突然就去了 之前就没有这个计划 那普京去了以后呢 还跟他们当地的官员 还有民众呢 表示道歉 为自己的突然到访 而进行道歉啊 那么他去了以后呢 我看到呢 报道说呀 有一名男子看到普京以后呢 表示说 真是太意外了 我能和您打声招呼吗 还有另外一个长者说 我以前只能在电视里看到您 现在没想到看到了您的本人啊 那普京就笑着说呢 普京说呢 我们可以更近距离的认识一下呀 所以普京呢 就走向前啊 到了他们的跟前啊 气氛是特别特别的融洽呀 那么普京去了以后呢 还去视察了他们当地呢 就是战后重建嘛 给他们新建的一个新公寓啊 那么这个新公寓呢 很多人就已经入住了 普京就到新公寓里面啊 去看一看 其中呢 有一位女士啊 非常激动的说 说这里是我们的一片小天堂 我们甚至不敢相信 我们会在今年就住进来了 还以为呢 战后重建啊 会旷日持久呢 然后普京就承诺说呀 我们还将继续扩大 不断的有新楼建起来 你们不断的会有新家 那些民众呢 都非常高兴啊 看到这个普京 他真的是非常的亲民啊 自驾自己开车来到这个民众的中间 真的是让他们的民众呢 倍感的亲切啊 这是第一件事 我跟大家说的啊 普京这个自驾游 第二件事呢 就是习近平呢 明天啊 就要到俄罗斯了啊 进行为期几天 三天的访问 对吧 20号 21和22号 三天的访问 那么习近平呢 对俄罗斯 为期三天的访问呢 现在是备受关注啊 中国的外交部呢 是公布了三个词汇啊 一个是友谊 一个是合作 还有一个呢 就是和平啊 那么和平这两个字呢 是备受关注的 这几天呢 全世界的这些媒体都在讨论 习近平对俄乌冲突的这个斡选 我昨天的视频里面呢 跟大家讨论过斡选的这件事情啊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来讨论一下啊 有媒体呢 也在讨论 说习近平去了以后呢 说俄罗斯和中国呢 会签署 大量的文件来 大量的文件 来体现合作这一件事情 说普京呢 会送中国三个大礼 那三个大礼呢 说第一个呢 就是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线 这一大礼 那么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线呢 其实这个项目已经是很长时间了 这中间呢 因为牵扯到这个管线啊 要经过蒙古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是延误了好长时间 那么是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吧 蒙古的总统呢 到中国来访问 然后就传出来了好消息 说蒙古呢 会放行这个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这个天然气管道啊 那么这件事情呢 就是他经过蒙古这件事情啊 之前的时候我就想 哎呀 就不能不经过蒙古嘛 因为蒙古这个国家呀 他意志不坚定 他也经常会受到美国的这个挑唆和鼓动 有的时候呢 也经常是态度呢 不稳定 心理状态呢 不稳定 搞事 比如说最近呢 他们就又搞事了呀 本来呢 就是中国原来是用这个澳大利亚的煤炭 对吧 自从这个澳大利亚呢 主动向中国发大以后呢 中国就不再买澳大利亚的煤炭 那么转而呢 就来买蒙古的煤炭 因为中国从蒙古呢 大量的构进这些煤炭呢 那么就带动了蒙古这个煤炭这个产业 那么从2020年前后呢 中国就从蒙古呢 买入很多的煤炭 那么蒙古的煤炭业呢 就非常的兴旺啊 那么他挖掘的这个煤炭90%是卖到中国的啊 本来是两个国家呢 是签署有协议的 那个煤炭呢 就是一个价格啊 咱们暂且不说就是那里面的那个价格啊 是高还是低 啊 是高还是低 那个咱们暂且不说 就是最近呢 蒙古就开始翻脸 因为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中国的海关就公布了 从蒙古进入到中国海关的煤炭的那个数量 蒙古呢 有一些人呢 就发现啊 中国公布这个数量和蒙古的数量 他对不上 所以呢 蒙古就开始呢 搞事啊 有些人就开始搞事了啊 他们就爆发了民众的一些个骚乱啊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觉得呢 中国公布的多 而蒙古公布的少 那么中间所差的那些去哪里呢 后来呢 我看到有报道说啊 其实没有差 为什么呢 因为蒙古那个煤炭啊 他除了卖给中国以外 他还卖给韩国 卖给朝鲜 我不知道卖给不卖给朝鲜 反正卖给韩国啊 就是卖给韩国的那煤炭的 也经过中国的 先要入关中国 然后才去韩国 等于说呢 中国公布的那个数量哈 不光包括中国 还包括韩国的 可能还包括日本的 那么你蒙古 你自己公布说 我出口中国多少 那应该是一个出口到中国 只指出口到中国的一个竞数 所以他之间就会有一个差价呀 对不对 但是呢 蒙古的人呢 他们就不听啊 就拿这事说事 那么最近呢 蒙古就出了一个新的政策了啊 就通知中国 而且是通知中国 并没有和中国进行商量 就通知中国说呢 现在呀 我们和你之前所签订的那个协议无效了 无效了 我们要用一个新的方式 卖这个煤炭给你啊 那么价格呢 自然也和以前不一样了 那么他新的价格是以前的价格两倍 等于说他自己跟中国毫无关系 他自己呢 就涨价两倍 所以之前他们搞的那个民众抗议啊 什么的啊 很难讲他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就想借这个 就想给中国涨价呀 那么中国是一个买方 就你蒙古有煤炭吗 你蒙古也不想一想 中国之前买的谁的煤炭呢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最近呀 中国就恢复了从澳大利亚购入煤炭 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报道 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说澳大利亚那个煤炭哈 比谁的煤炭质量都好 它的那个煤炭哈 又没有烟 然后呢 能量又高 你知道吗 然后呢 现在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澳大利亚的煤炭太便宜呢 所以说中国哈 不从澳大利亚买 而从蒙古买 就是原来的价格 其实中国已经是吃亏了 已经很照顾你蒙古了 你现在蒙古 你还涨一辈 那我干嘛要你的 所以又恢复了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呢 就渔翁得利了 我是买房 我还怕你吗 那蒙古就搬起了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对吧 不知道他们现在后悔不后悔 那么我说这件事呢 是什么的 我就认为蒙古这个国家哈 他们也挺爱搞事的 他脑子也挺不好使的 说实在的 他那个骚乱啊 民众的那个 我认为也有可能是别人 在里面鼓动的 会不会是美国鼓动的 甚至会不会是澳大利亚鼓动的 都有可能啊 也没准澳大利亚在那鼓动 鼓动的呢 中国就不买蒙古的煤炭 那买谁的 那就只能买澳大利亚呀 是不是 这个可能性也不排除啊 你蒙古国 你搞得那么贫穷 你脑袋关不好使 有可能是一个原因 你就被别人鼓动 就被别人利用 现在怎么样 对不对 那么我想说的就是哈 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这个管线呀 他经过蒙古 之前就是因为经过蒙古 所以呢 他延期了这么长时间 迟迟的这个项目呢 就不能开始 不能启动 现在呢三方等于说就定了啊 定于说2024年明年开始启动 开始建设 说到2028年能够完工通气 之前的时候我就想 这个管道 咱们不能绕开这个蒙古 绕开从旁边过来吗 对不对 我们绕开他 别去惹他 别给他的这个机会 但是呢 今天啊 我又想 我又琢磨了一下这事啊 这个管道呢 经过他呀 别绕开他要好 别绕开他要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前两天的时候啊 我还看到 俄罗斯的一个副总理啊 他就说啊 说如果说 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通了以后啊 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呢 是非常多的啊 说这个天然气的需求量啊 增加的啊 说能够弥补北西的管线的那个量 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西伯利亚2号的天然气管道啊 如果通了的话 我们中国呀 是使用方 而俄罗斯呢 是赚钱一方 你知道吗 我们中国在乎 但是俄罗斯呢 也很在乎 经过蒙古 蒙古以后 如果再搞事的话呢 伤害到中国 不伤害到俄罗斯吗 那这样一来呢 通过这个天然气管道 在与蒙古的这个关系上 中国的利益 就和俄罗斯的利益 捆绑到了一起啊 你蒙古如果在这个事上 你搞事的话呢 那么你这一举商两家 所以说呢 我现在觉得哈 这个管线呀 从蒙古走 比绕道走呢 其实要好 这是普京啊 送中国的第一大礼 其实说不上这次送的大礼了 但是呢 没准这次可能是签一个价格 知道吗 可能是签价格 那么第二大礼呢 就特别的可观了 第二大礼是什么呢 第二大礼哈 我看到一个报道说 中俄内循环 普京给中国送来一份大礼啊 这份大礼是什么呢 说就在中国官宣访俄的前一天 3月16日俄罗斯卫星通信社发布消息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支持在外贝加尔边疆区建立国际超前发展区 也就是中国人所熟知的特区了 俄罗斯人啊 把贝加尔湖以东的广大地区称作外贝加尔或者叫达沃尔利亚 那里呢 主要有山地草原和湿地 该地区呢 拥有着极为丰富的煤炭金银铜铁矿 还有木材等自然资源 以及肥沃的黑土地和天然的草场 不仅能够支持大规模的农业开发 仅探明的矿产价值就价值数万亿美元 中国振兴东北加俄罗斯外贝加尔经济特区的目的 就是要承接国外精英层的中高端产业和人才 在俄乌冲突悬而未决 西方对俄制裁日益加紧的今天 加强对远东城市群的改造工作 对于俄罗斯可以说是不得不为的事情 但是呢 边疆毕竟是边疆 和地数俄罗斯国土西端的传统的经济核心区相比呢 终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俄罗斯在这些地方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的决心呢 是很大 这个呢 有多大 咱们暂且不论啊 但就完成如此规模的一个开发工作 所需要的项目投资和工程能力而言呢 俄罗斯凭一己之力呢 是办不到的 他是办不到的 所以呢 普京对俄罗斯远东城市群的宏伟计划能否实践 关键呢 还在南边的中国的身上 想要开发远东地区 俄罗斯就少不了中国的帮助 说实际上呢 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啊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访问中国的时候 就已经为得到中国的帮助开发远东地区打下了基础了 在梅德韦杰夫访华的时候 俄方给出了承诺 将面向中国开放远东地区 近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设立一个经济特区 用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来吸引中国的投资者 借助中国投资者的力量 带动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 那么本着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时代呢 中俄联合发展经济也是当务之急 这里面你听到了一个数字吗 就是呢 这个特区呢 它是近700万平方公里啊 近700万平方公里啊 这老大了 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啊 我查了一下哈 就澳大利亚呢 是769万平方公里啊 就是这块地区要开辟的这个特区呢 就和整个的澳大利亚差不多大 你知道吗 老大老大了 这个项目 这是普京送中国的第二个大理啊 那么普京送中国的第三个大理是什么呢 那么我之前我看到的说是三个大理哈 我就忘记了 我找了半天 我找不到了那个说三个大理呢 第三个大理是什么 观众朋友 您可以给我留言 您认为普京送中国的第三个大理是什么 好 这个第二方面的内容呢 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现在呢 我跟大家说哈 咱们这个两岸关系啊 又有了新进展 可以说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 现在在全世界备受关注的一件事情啊 没准呢 会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一件事啊 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扭转形式的一件事情啊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 他的办公室发布了一个消息啊 这个消息呢 就是马英九将于本月底三月底 会启程到大陆去祭祖 他去的时间还挺长的呢 他们公布说呢 说是马英九将于3月27号到4月7号啊 赴大陆祭祖 等于说去11天还是12天的时间呢 挺长的 完了以后呢 说预计此行还将会访问南京 武汉 长沙 重庆 上海等城市 他会参访 新海革命抗日战争等历史遗迹 并且呢 还会带领马英九基金会大九学校的青年学子 到武汉大学 湖南大学以及复旦大学 与大陆的学生进行交流 这件事情呢 是特别大的一件事情 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说呢 因为这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呢 台湾另任的那些领导人呢 没有一个人到过大陆的 这是第一次卸任的台湾的这个领导人呢 到大陆来访问 尽管这次呢 据说并没有安排和习近平会面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啊 历史上的首次 大家还记得2015年的时候呢 习近平和马英九在新加坡进行会面 当时习近平在讲话里面就说 这是一个化时代意义的 那么从那开始呢 也开启了两岸的一些合作 但是很可惜啊 马英九呢 很快就卸任 那么卸任之后呢 因为是台独分子 民进党这一方呢 上台 对两岸的关系呢 起到了巨大的一个破坏作用 那么现在呢 马英九到大陆来访问 虽然和习近平呢 没有直接的见面 这也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那么从现在开始 会不会就开启了两岸的这种交流的大门呢 就是这种交流会越来越广泛 越来越深入呢 这都不好说呀 我们从最近中国沙特和伊朗 在北京发表的三方联合声明 在中国的斡旋之下 这两个千年宿敌都握手言和了 这充分说明了 在习近平领导下 中国大陆政府的这种外交能力是非常强的 那昨天我还跟大家说了 中国不仅在斡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那么习近平明天就要去俄罗斯访问 这里面呢 已经是明确的一个内容 就是来斡旋 俄乌冲突 并且呢 中国政府还在联合国 现在又提出来了一个 建立联合国什么调解院 调解院 调解调解嘛 这就是呢 让有冲突的双方啊 以一个最和平的方式 达成一个共识 你说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 那中国一提出来这个 马上就有九个国家加入进来 后面呢 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 因为谁不希望冲突能够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呢 是不是 谁想打仗啊 没有人打仗 那么现在马英九呢 到中国进行正常时间的 内容如此广泛的这么一个访问 我认为习近平现在呢 有很大的一个信心 能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两岸这个历史问题 能解决中国的这个统一大业 如果哪一天真的是两岸啊 两岸和平统一了 你说这个世界呢 是不是会惊掉了下巴呢 尤其是美国还不得崩溃啊 现在呢 我就感觉哈 虽然说仍然是民进党在执政 我就感觉好像呢 台湾是有一点越来越不听美国的话了 比如说哈 就是宏都拉斯的这件事情 我们就知道这个宏都拉斯 他现在的这个总统 他在竞选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我一上台 马上和台湾断交 和中国大陆建交 可是呢 他上台已经一年多了 他并没有和台湾断交 没有和中国大陆建交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 他在中间哈 在左右进行讨价还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两边呢 都没有迁就他 今天呢 我看到报道说呢 说这个宏都拉斯哈 现在是欠台湾是有十亿左右的一个贷款 那宏都拉斯现在基本上向台湾就提出来说呢 如果你想维持和我之间的这种外交关系的话呢 那么你就应该把我这个钱给我免了 这十亿美金呢 你给我免了 这十亿美金我要的也不多呀 因为你之前的时候 你不是还支援了立陶宛那么多钱吗 立陶宛算什么东西呀 立陶宛又没有跟你建交 立陶宛现在还是和中国大陆建交的呀 你都给他那么多钱 对不对 现在我要求你给我免了这些钱 这个要求也不高啊 那么据报道说呢 台湾方面并没有答应他 那么台湾不答应他 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台湾也不是那么的在乎和宏都拉斯之间的这个外交关系 如果你因为这个钱你给我断交的话 你断交就断交 那么这个呢就不符合美国的这个意图 美国一定希望台湾和宏都拉斯要保持他们这种外交关系 我相信美国的意愿是这样的 他会觉得说呢 你台湾就答应他这个要求 又能怎么着 美国一定是这么一个立场 美国不会说 哎台湾是是是 就甭答应他 还想在这里面卡脖子 还想在这里面开油水 甭答应他 不会 美国肯定不会这样的立场 意思就是说呢 蔡英文当局也不是那么百分之百的听美国的话 别的咱们不说啊 咱们就说呢 我最近感觉哈 蔡英文当局呢 也不是那么的听美国的话 那么这里面是什么原因呢 也不好说 如果你让我说的话呢 台湾方面听美国的话呢 其实是不刮算的 美国压根他就不管台湾 大陆收复台湾 这是一个迟早的事情啊 迟早的事情 大陆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决心 收复台湾 大陆如果是收复台湾的话呢 美国绝对不会说 为台湾来出兵啊 或怎么样 绝对不会的 而美国呢 现在把台积电弄走 掏空台湾 这本身就是美国在做的一个准备 我想呢 民进党当局呢 有可能也是认识到这些问题啊 希望是这样的吧 我也不能确定 其实毕竟呢 那些台独分子呢 他们黑了心的 不想统一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